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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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好 我是陈欣怡 我今天很開心帶你們大家來我的後山 which is actually 就是北投 我們台灣的陽明山 離我們的家住家可以那麼近 就是四五分鐘 大家有沒有覺得最近 在家裡面有一點點乏味了 很悶壞了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個利息酒店 是我的最愛 可以吃到英國的 威林頓 Big Wellington 還有直接就去日本泡溫泉 不用出國喔 吃片全世界的米其林餐館 我發現利息酒店 它一個叫西邦 那在這邊呢 我居然打開菜單的時候 發現它有一個叫 Beef Wellington的牛排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Beef Wellington 不過我們現在先看到 現在手邊的這個菜 我第一次來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它那麼精緻 還都是用當地 Seasonal Vegetable 很像一幅畫 Very Abstract 蝦子的確 很新鮮 因為它的甜味還是保存在裡面 那我就要吃這個 我覺得我很喜歡這家 因為女生要像我要瘦六八公斤 吃這樣子清爽的這樣子的Gellet 最主要 把醬撒得像 好像一個Picasso的藝術品 我通常來到這個餐館 它有兩個湯可以選 一個是比較Creamy的 那個Creamy的通常好像是松露蘑菇 但我會選它的Beef Consume 因為它很清淡 所以因為我還在work on我那個八公斤 然後這個就不會影響我的體重 Oh my god Wow 我剛剛聽他們廚師餐館跟我說 光這一個湯頭 就要花四天的時間去運燉出來 光牛小排就要熬一個一天 覺得要做到一道菜 它可以有它的鮮味 它的味道 它的牛肉 而不要放到很多鹽 大家可以吃出它的蛋 就可以知道它的食材是用得非常的好 跟非常的新鮮 Wow 我的Beef Wellington 終於來了 你好 你好 謝謝 今天幫助餐的是飲食威林頓牛排 謝謝Anne 我是Anne 愛Anne 你好 Thank you so much 它就是用酥皮包負責菲力 那中間夾成了鴨肝 蘑菇碎還有松露碎 好的 謝謝 這邊的話是我們威林頓的配菜 旁邊這邊走的是松露醬 最後它可以搭配松露醬 一起品嘗它的美味 謝謝 好的 謝謝Anne 現在這個Beef Wellington 終於到了我的面前了 等了好久好久 要千萬記得要來利息酒店之前 記得先打電話預約 因為這Beef Wellington 他們要花很多功夫去做 拿破仁在想要攻打全世界 收買英國的時候 英國的公爵 其實就是Duke Wellington named after he 他其實就是打贏拿破仁 所以他的廚師為了迎合他來到 迎合他回來 因為戰爭勝利了 其實我跟我弟弟 不曉得在哪裡吃了Beef Wellington 然後我們就發現非常 Oh my God 太好吃了 因為有Beef filet 有Champion 有Truffle 然後又是放在酥皮裡面 然後我們就很想帶我媽媽去吃 但是那時候在台灣 我們居然找不到一家有Beef Wellington的 我們都要飛到香港 把我媽媽飛到香港 去帶他去吃 帶到香港吃一家非常有名的 也沒有很好吃喔 所以後來在這裡就發現 哇 菲利 松露 ham and脆皮 他把這三個放在一起 Beef Wellington 然後我要嚐嚐看囉 Same Magnificent Never Goes Wrong 我就不知道這個師傅怎麼可以把 菲利 還可以保留他的原汁 然後酥皮又可以外面酥酥的 但是又有點軟軟嫩嫩的 又有點creamy 但是馬上就會吃到一層一層一層的 然後到他的松露 跟他的蘑菇 這個應該有Butter去鎖製 然後再慢慢一層一層的再去烤 所以他的複雜度 還有他的精準度 要抓得非常的準 然後我覺得在這邊利息酒店 這個Same Magnificent 的餐館 有Beef Wellington 我覺得 我可以說我覺得是全世界我吃過 and我是個very picky eater 我在紐約每天可能都會去 因為住St. Regis 都是去吃米其林餐館 所以我蠻挑剔的 and我覺得這個 我也帶很多嘴巴很挑的人來 他們也都認為這個Beef Wellington especially for他的價錢 因為他換算1600 從剛剛我們看到那兩道菜 再加上他需要那麼多天的才時間去做 所以台灣真的是非常的寶貴 除了他的生態植物 跟他很多人的Innovative Mind 我們在台灣現在也可以吃到Beef Wellington 那我們待會還有一個行程 那帶大家去Explore喔 知道為什麼我喜歡住在北朝跟天母嗎 就是因為靠近陽明山 楊明山我們台灣的楊明山 有一個泡湯的地方 我最喜歡來這一間了 是因為這一間很空長 然後一走進來就可以馬上看到 熱騰騰的Hot Spring and我最喜歡這一家 因為它這家立喜酒店的湯屋 它有裡面跟外面 所以我們在楊明山我們都可以吸收到 很好的芬多筋 真的現在在台北不需要去到日本 也可以感受到泡湯 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這個水不是綠色的 或是其他顏色 而是有一點混混的 因為聽說它是叫牛奶溫泉 也是日本那時候稱為他們的四大權王 所以我們台灣這個溫泉 我現在坐在這裡的 它是有很多療癒的喔 例如譬如說女生有驚痛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平常來我會覺得 它讓我的身體可以新陳代謝 然後又把很多的礦物質 再補充到我的細胞裡面 所以每次我離開我都會覺得 我大概有瘦一公斤喔 這邊真的不用飛到日本 花好多錢 來到這邊其實還蠻划算的喔 所以吃完中飯 跟女朋友坐在這裡聊聊天 算是一個很健康被動式的運動 這邊又辦戶外 所以又可以吸收到戶外的 姚明山的芬多筋 所以你覺得有多麼的有價值呢 其實來到這裡 我只是不需要去日本 因為在台灣就有一個豐富的 昂貴的五星級飯店 在這飯店除此可以泡湯 我還非常愛他這邊的一個 梨山茶 五星級飯店怎麼說呢 他們是說三四個人對一 只要衝過去拉起電話 馬上立刻就有人來 更何況他們貼心到 假如你跟他說你喜歡梨山茶 他還會送你一袋呢 ! OK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 隨身攜帶的物品 因為女孩子 特別是我 永遠會在要減肥的當中 所以都要預備一瓶水 通常我都帶1000cc 今天因為包包比較小 所以我就拎得很隨身攜帶 有的時候我可以加一些檸檬水 會濾水 另外一點呢 我其實蠻怕風跟冷的 所以我特別都很喜歡 我一定會戴一個圍巾 保護脖子 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的最愛的這個眼鏡 這個眼鏡啊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有這個八合一 所以其實因為當個攝影師 我蠻好眼睛的 跟加上在外面走動的時候 我永遠一定要戴個眼鏡 第一個是 因為外面的有很多藍光 或者我們現在時常看手機 很多藍光 所以我們的眼睛會耗水 身為一個攝影師做藝術的 我必須我的眼睛需要去好好的保護它 所以我就非常喜歡這個眼鏡 那它八合一歲 我其實有遠視 其實我看東西 所以我這邊可以這樣看 我有閃光 我直接往外看也可以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坐在外面 往太陽一看 我的眼睛自然會變成是 咖啡色的太陽眼鏡 這個東西是 OK 我們的電影有入圍坎城 小電影 MV Fashion 所以我第一次去坎城的時候 就帶了這個 這只有在坎城的時候 會做印出來的包包喔 有點三八啦 但是女生都會需要帶的 我覺得這很可愛 挺娘娘 對不起我的中文病不是很好 所以可以這樣看 然後公送娘娘 這是女生每個月可能會需要用到它的 然後兩個品牌我非常喜歡 George Armani的粉餅 或者是Tom Ford的 打完之後 就會看 把至少臉乾乾淨淨的 就會看起來很 很有氣色 桃花香水 這香水很誇張喔 其實是有一個我的精油老師 他就研發了一個叫桃花香水 那個每次一噴啊 我假如一個人坐在sushi bar 在吃飯 隔壁有個女生 太太先生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女生 就會一直在跟我講話 嗯 哇 這個也是一個很誇張的 他叫神聖玫瑰精華 除了身體會緊 臉也可以緊實 還有這Tom Ford的 我非常喜歡 眉毛 因為女生在外面工作 我眉毛要記得畫 因為才會選擇 第一它是框你整個臉 然後臉我看起來比較小 所以我很喜歡用這個 不用說了我們最近疫情 所以我會帶一個hand sanitizer 除此之外 這個我有上次好像有講過 我非常非常 這是一個mask 雖然它是標榜說讓你睡覺 擦到嘴巴上面 可以去敷膜 但是我都直接 因為我其實講話蠻多的 時常都需要講話 所以很容易乾 又喝水 容易擦掉容易乾 所以這個的面膜 我就直接把它當成 lip gloss來用 因為它有點粉嫩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會帶一本書出去 好像我會真的念 但是我真的會看 因為真的會有時間 最近有人送我一本書 叫The Art of Thinking Clearly 我知道我包包裡很多東西 然後我不知道怎麼要減少 但是就是永遠那麼多 我還會帶個面這個mask 多餘的mask 那皮夾當然我需要帶我的皮夾 我帶我的皮夾需要出去 所以裡面我也不會放很多錢 可能放一兩千塊或五百塊 然後還有這個零食 因為我現在真的需要再瘦8公斤 然後應該很快就可以了 因為我的營養師 我就會帶一個這個蛋 假如肚子餓了 這個蛋在7-11就可以買到 它這個溫泉蛋又好吃 因為通常自己在家裡弄 我會弄很久 所以沒有時間的時候 直接去商店買一袋 你就可以當小零食吃 也不會泡 這就是我的包包 可以裝很多東西喔